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学院 我是Steve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一节专题课呢 是关于eCharts和eCharts的使用的 专题课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本次第一节课的一个大纲 第一讲呢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eCharts和eCharts的一个初步的认识 首先呢 在讲这个认识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次课程的一个大纲 让大家做到心中有一个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规划 和我们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到的一些知识点 好 我们来看 那么首先来看啊 这个首先这个培训的对象呢 是我们这块啊 是有简单的前端开发基础的同学 这个简单的前端开发 指的就是具备HTMLGS基础的一些同学 第二个呢 就是对HiCharts和eCharts使用感兴趣的同学 他们需要在 我们在工作中 会用到这个HiCharts和eCharts 进行这个数据可视化的同学 这个目标 就是能够使用和HiCharts和eCharts 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 常用的开发软件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自己选择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节课会跟大家讲的 第二节课呢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HiCharts的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的一个搭建和基本的配置 那第三节课呢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HiCharts的一个常用配置的一个选项 包括这个桌标轴 标题 它的副标题 桌标轴 包括X轴 Y轴 以及颜色属性 color的这个讲解 接下来呢 第四讲会跟大家介绍一下HiCharts的一个常用配置选项 包括这个数据的提示框 点击事件 以及它文字属性的一个介绍 然后呢 这就是HiCharts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点 那到了eCharts呢 以后呢 这块可能会进行的快一些 因为在这个HiCharts 三四节里边讲这个HiCharts的这个常用配置的一些选项 和eCharts的这个常用配置选项都差不多 这块会跟大家 但也还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呢 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eCharts的一些常用配置实力的一个介绍 包括这个顶图折线图堆积图 当然了 我们在介绍这个HiCharts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介绍到这个顶图折线图堆积图等 第七讲呢 最后一讲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HiCharts的一个特性 包括它这个个性化图表压式的设置 一部数据的加载和更新 数据的视觉映射等 这些特性 就是HiCharts没有的一些特性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本次课程的 专题课程的一个课程大纲 希望同学们有一个 充分的一个了解 好 看完了这个本次课程大纲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 再看点干货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 eCharts和HiCharts 那之前可能有的同学认识过 在工作中也接触过 但是 它具体到的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HiCharts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来看 HiCharts 它是一个老牌的图表插件 HiCharts 自己去放大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图标 那HiCharts呢 是一个纯JavaScript编写的一个图表库 能够很简单便捷的在Web网站 或Web应用程序添加有交互性的图表 并且它是免费的 一定要注意它是免费的 而且呢 HiCharts支持的图表类型 有曲线图 区域图 柱状图 柄状图 三点图 以及综合图表 那这些它支持的这些图表呢 已经能够 足以能够满足我们 现有的就是工作序 工作中的一些需求 而且这个HiCharts 比我们后来要讲的这个HiCharts 更加的更加的 怎么说呢 更加的流行 那个HiCharts是去年 13年左右的 13年左右 就是百度出的一款 那个产品 是吧 但是HiCharts用的还是比较多 人用的还是比较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iCharts的一个特点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兼容性 HiCharts采用这个纯的JavaScript的编写 兼容当今大部分的浏览器 包括Suffer IE 虎虎等 eCharts也是一样的 但是eCharts对这个IE的这个兼容性 可能没有这个HiCharts好一些 第二个就是图表类型 它支持这两 这两款这个图表插件 都支持这个图表类型 包括这个曲线图 区域图 柱状图 顶杠图 折线图等等 能够满足我们工作中的各种需求 第三个就是不受语言的呃 约束 然后HiCharts呢 在大多数的外部开发中能够使用 因为它的底层啊 是用那个JS写的 JS写的 然后所以呢 它只是呃 渲染的时候 是浏览器在进行渲染 因此呢 这个它不受这个 php java .nice asp啊 这些语言的这个限制 都可以进行使用 它是只是一个前段的展示嘛 那第四个就是它一个提示功能 它有一个2tip的一个设置 啊 我们可以在数据上显示这个提示效果 可以显示详细的数据 可以显示详细的数据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点 就是对应的这个详细的数据 而第五个就是放大的功能 啊 啊 high charts可以大量集中数据显示 啊 并且可以放大某一部分图形 将图表的精度增大 进行详细的显示 啊 第六个呢 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功能 导出的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将导出为这个pdf格式的 png格式的jpg的格式 以及这个svg的这个格式 啊 这个e charts 我感觉比high charts 这个导出功能做的更加的 更加的友好 更加的方便吧 那第七个就是web数据 web数据的一个加载 我们从服务器获取到 从后台服务端 获取到这个数据以后 我们想要加载到这个前端 都是可以吧 啊 说了这么多特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官方网站上啊 他呃 给咱们提供的一些利益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high charts 的一个魅力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再这个用百分抽一下 high charts 他这个有high charts的中文网 还有high charts的这个英文网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在线演示平台 还有一个high charts 这是他的一个折线图 我们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吧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 这个图片图 我们点到这个点上以后呢 我们能够详细的能够看到啊 这个点所代表的这个数据是多少 比如 纹墩啊 11度9 这个温度 很明显 然后这边也可以选择 进行选择 做对比 都非常的 都非常的 方便啊 这边我们可以去对他的这个主题色进行一个更改 这个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折线图 当然了折线图可以衍生 下面好多这样的折线图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的需求啊 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图表 3D图 还有这个柱状图也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用的 因为我们需要对比嘛 啊 这个我都是跟大家展示的这个工作中比较常用的一个 呃 一些一些图表表 啊 下面这个柱状图 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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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折线图啊 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派的柱 柱状图 啊 随便点 啊 下面提供了好多 提供了好多 我们可以 如果说 我们可以从这里边 获得到我们任意一个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图表 图形啊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啊 这个就是我们highcharts的一个 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 官方提供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案例吧 一个实例 好 那这个就是highcharts 我们感受了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呃 在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具体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highcharts 呃一个 一些的用法 好 讲完了这个highcharts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e-charts e-charts的一个概念 那e-charts呢 是 就是这个出来的比较新 但是它的后件 特别的足 呃 一刹子的是一三年 应该是一三年左右啊 开源来自这个百度商业全端数据可视化程度 可视化程度 啊 等等 啊 增加了 用户的这个体验 赋予了用户对数据进行挖掘整合的这个能力 啊 它的底层啊 啊 基于这个z-rinder 这个highcharts应该也是基于这个z-rinder的一个全新的轻量级的cannabis 创建了坐标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charts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架构图 我们来看 稍微放大一些 我们来看 在这个呃 顶端 是这个接口 是我们自己需要编写代码的一个接口 它提供了一个接口 下面的是e-charts提供的一些图类 在下面是它的一个组件 组件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技术库 z-rinder cannabis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类库 这是一个它一个简单的一个 呃 一个架构 我们来看一下e-charts的优势 那 相比来这个highcharts来说啊 它这个颜色对比度和这个鲜明度啊 要比highcharts要好一些 还有它就是支持这个工具栏 工具栏 可以说是用了呃 这么多前端插件 最意外的一个功能上 就是我之前一直也是用这个highcharts 但是遇到e-charts以后 它这个工具栏 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啊 它里边有这个折线图 还有还有这个饼图的一个切换 堆叠 屏图还原 保存了图片 啊 它有好几种格式互相切换 确实的方便 啊 第三个就是模块化引入和单文件引入啊 都特别的方便 在开发时呢 你可以引用所有的e-charts开发的 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 我们 建议的是 你用什么图 你就引入什么样的类型 但是项目发布后啊 就是不需要的文件 加快页面的想法 这个也就是 刚刚我为什么 跟大家说的那种原因 啊 第四点呢 就是用e-charts 就是 折住3.k线 20万数据啊 秒级速度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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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比这个e-charts 比较好的一点 啊 第五个就是脱中 呃 拖拽重新计算 可以让懂数据的 爱好数据的进行的进行的 这个数据的整合 重新的 呃 挖掘数据的挖解 重新的整合 好 同样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个e-charts 带给我们的一个 视觉上的一个震撼 我来看一下 他现在e-charts 应该是出到这个三版本 这个 啊 应该是出到三版本 应该是去年的12月 12月底吧 出到三版本 啊 他之前一直是二版本 啊 之前一直用的是这个二版本 啊 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三版本更加的 友好 界面更加的炫 呃 呃 这里边有一些实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非常的方便啊 我们呃 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啊 我们需要哪张 哪些图 需要用到哪些图 就去 就去点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 应该是这个折线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直线图 这是他实现的一个代码 我们可以在在这里进行一个 随便的一个切换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 区域的缩范和还原 以及这个数据的一个 试图 我们可以随便的进行 这个切换 还有这个 关注 如果千万为折线图 千万为柱状图 啊 柱状图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千万为折线图 折线图也会出来 这张方面 然后这块保存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会自动给你保存一点 TNT的一个 格式的一个图片 这个是它的一个折线图 它这里边还提供了给你提供了这个平均值 这是它的一个平均值 我们可以还可以在这上面进行一个扩展 比如说求它的一个方差啊等等 这是它的一个柱状图 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柱状图 应该是这个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柱状图 是柱状图 大家可以自行的感受一下 这个HITRUST和E-TRUST的一个区别 HITRUST和E-TRUST的一个区别 提供了非常非常的多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还有最常用的是这个热力图 热力图 能清晰的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些东西 宽序图热力图 还有这个地图 如果你要用HITRUST来实现这个地图的话 它有一个和HITRUST一样的叫HIMAP 还有一个HITSTOCK是实现 HIMAP是实现这个地图的 HITSTOCK是实现这个K线图的 这个股票 这也是它的一个股票 那E-TRUST是集成了这些所有的功能 你可以随意的进行播种 下面还有好多 我们同学可以在课后 可以自行的上这些上面来 随便的点 随便的感受一下 HITRUST和E-TRUST 带给我们的一个证化 视觉上的一个证化 好 那简单的做了这个HITRUST和E-TRUST 一个介绍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两者的一个区别 我们首先来看 业界有无数的这个JS的图表库 不发优秀的代表 比如说这些 但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看一下 HITRUST和E-TRUST都支持哪些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 这些基本的图形 E-TRUST和HITRUST都支持 比如说 柱状图 折线图 柱状图 这三个图是我们经常用的 经常用的 比如说这些 K线图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E-TRUST都支持的 HITRUST有一个 HITRUST D图呢 HITRUST有一个 HITRUST 但是这个 内导布局图和这个 和弦图 是E-TRUST有的 HITRUST是没有的 但是这两个用的 也是比较少 也是比较少 以及这个 事件合流图 还有这个特色图表 仪表盘 这个两者 也是都有的 这也是都有的 所以呢 总体来说 E-TRUST呢 是我感觉是 重新定誉了 这个数据图表 浏览E-TRUST 所出的输出的图表 因为它给读者提供了一个 拥有互动图形的 用户界面 GUI的一个数据化 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拖动 随意的去组合 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就是 HITRUST支持这个 这个3D显示图 但E-TRUST不支持 E-TRUST是不支持的 这个是 可能是E-TRUST的一个缺憾 第三个呢 就是说 HITRUST的社区更加的完善 但是个人感觉 E-TRUST的这个后劲更不屑 因为毕竟这个E-TRUST 比HITRUST更年轻一些嘛 第四个就是 就是两者都提供了最基本的这个 满足开发需要的丰富的这个图例和图表 和实力啊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使用哪个图表 我们看着哪个比较舒服一些 扔起来比较爽一下 看着比较顺眼一些 我们就用去用哪个图表 这个还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和个人的一个习惯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主要带着大家认识一下这个HITRUST和E-TRUST 所以他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 我们同学可以在课底的课后啊 可以去到上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看一些他们提供的一些实力 非常的丰富 好 那本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